以色列对蓄境内目标的空袭极具针对性,主要是空袭蓄境内的真主党武装和其他伊朗势力,除非受到蓄君防空部队攻击,否则基本很少进行防空压制作战。 以色列军队只是不断进行空袭,除了特种部队外,地面部队并未进入蓄境内,也验证了以色列官方,称其不准备升级局势的说法。 据多家媒体透露,一架以色列战机,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上空,向霍姆斯西南部的Dabbo军事基地发生了两枚空地导弹,蓄君发生了两枚S200防空导弹拦截。 据蓄君消息,其击落了一枚来袭导弹,但另一枚导弹击毁了该基地的一个弹药库,目前伤亡情况还不知道,但不少伤员被送往霍姆斯医院。 这个基地据称有真主党武装驻扎,以军不断空袭蓄境内的真主党武装,根据外媒报道,目前在蓄境内的真主党武装约有8000人,驻扎在蓄北部的真主党武装,正将自己的防区移交给其他蓄军部队,随后南下,有消息称即将参与德拉攻势。 但蓄利亚和伊朗方面,否认有真主党和伊朗武装参与德拉攻势,明显是担心在这场蓄军7年来最大的进攻中,会因为真主党武装的参与,而引发以色列介入。 也有消息称,蓄军打算封闭约旦边境,将与真主党一同发起行动,据称真主党还可能进入约旦境内进行包抄作战,这引起美军和约旦方面的高度重视。 真主党武装在叙利亚境内的活跃,引发多个国家不满,近日,伊军F-35战斗机现身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上空,被认为是在警告黎巴嫩政府,要求其管好真主党武装,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合法,并在该国议会中拥有多个席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